從小到大 我們從小學到中學都經常說 學英文要學Tenses 其實開來做甚麼 當然有原因 首先Tenses 是時態 簡單來說就是 Time 時光飛逝 時間是甚麼 在我們日常語言裏面 不要說英文 廣東話在我們裏面 其實都有大量時間的用詞 例如你爸爸問你 你昨晚這麼晚才回家 你做甚麼 放學都不回家 昨晚是否時間 做了甚麼是否時間 你媽媽問你 你做了功課未 未是否時間 你便回答他 我明天做 明天 便是時間 或是 你家人問你 甚麼時候結婚 你便回答他 不知道 十年之後 未存夠錢 十年之後 我們日常心裏面 有很多時間用詞 如果你四天或一日 你完全不用時間 這個概念 相關的 字也好 詞也好 不用 你是溝通不了 我跟你說 完全溝通不了 至於 英文 其實 你說是否真的有這麼多種時態要學呢 其實不是 日常生活中有十多種 少學過了 至於為何還不懂 下一集再說 這次是說 譬如 你看這個例子 我爸爸是會計師 沒問題 即是明白了 這一刻正在做會計師 我轉了一個詞 轉了概念 除了表達到他不再是會計師之外 其實可能還有深一層的意義 例如 可能他死了 或者 可能他被人解僱了 或者他轉了行 總之他這一刻不是會計師 是吧 例如這一句 最常見的 I love you 沒問題 即是 這一刻我會很愛你 好 轉了概念 我會認識 嘩 立即 有故事了 為何會用概念呢 為何會用概念呢 可能 很簡單 我不再愛你 或者是 你死了 或者在鬼故裡 我死了 或者可能是 你喜歡了別人 我曾經愛過你 嘩 這個曾經 是不是有故事在裡面 有故事 所以 事態 除了表達時間 那個概念之外 他幫助我們溝通 亦都是有深層意義的 就是 他表達了 過往發生過甚麼 或者將來會發生甚麼 或者 又是同一句 我加另一個字 I will love you 即是怎樣 我之前沒愛過你 現在也不愛你 我跟你說 我將來會愛你 將來的事誰知道 所以 I will love you 好像 虛無飄渺 你愛還是不愛 你說會 又不一定會 到最後 所以 又是有故事的 所以 記住 你學得辛苦 不是因為 他太大量 或者難 而是你的方法 應該是用得不正 才會覺得辛苦 所以 至於怎樣可以令到 學Tenses 沒有那麼辛苦 下一集再講 或者可能不知道何時再講 經過 我都會忘了